大家好,我是Lindy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新的景点 这个地方叫做Wapu Talk 这个景点让我从一位和尚开始说起 在1968年,一位名叫阿扎专的和尚 发现了这座高达359公尺的山岩 认为这里气场好,值得在此修炼 于是自己搬了木板 在这山岩上建立了高达七层的庙宇 来对应佛教里的七观制 不过这位和尚已在1980年死于空难 现在是由其他在此修炼的和尚维护 从停车场进来 经过了精美的喷水池往里面走 就可以看到庙宇的入口 入内有衣着限制 不能穿着短裙、短裤及无袖背心 但老实说根本没有人在管 而参观是完全免费的 好,我们正式要开始爬了 虽说这座庙有七层 但多数人爬到第三层就放弃了 因为都是阶梯 第三层的终点是两条往第四层的双插路 右边比较陡,所以只需要爬200个阶梯 左边比较不陡,但要爬220个阶梯 长痛不如短痛,我们选择走右边 第四层以上才是这座寺庙的重头戏 踏上了和尚们搭建的木板路 开始欣赏一望无际的美景 木板路围绕着山岩 脚下就是300公尺以上的悬崖 不得不佩服阿尘专这位和尚的创意 我们顺着木板路前进 途中不时遇到突出的岩石挡路 我还撞到头 在第五层有一个延伸出来的平台 通往另一座岩石 据说这里就是和尚们静坐修炼的地方 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会找到这个地方 我以前在泰国念书的同学 他来这里 然后在脸书上放了一张他在这里的照片 然后我看到以后我就觉得 哇这地方怎么太美了 然后我跟他讲说 哇你这地方好漂亮 所以后来我这次来泰国的时候 我就特别找了一下说 他的脸书他到底去了哪里 然后就找到了这里 所以就以这里为一个目标 然后所有的景点都是按照了这个地方来的 上到第六层的阶梯还是很陡 第六层顺着走就会看到凹进去的洞穴 景象十分壮观 在第六层也会看到比较多的佛像及和尚像 我们一路上到了第七层 但因第七层蛇比较多 我们上去后就马上下来了 我们总共花了约两小时把整个山岩绕完 最后还是要顺着非常陡的阶梯下山 我想这座寺庙为什么号称亚洲最危险 应该是除了要走看起来不太稳固的木板路外 还有一堆抖的要命 一不小心滑倒就叽叽的阶梯吧 我们下一站见 拜拜 OK 从1到10 你会认为这个地方 Jeremy 当然 10 10 10 Jera 我想说12 但它是10 OK Syrus 8 可能10 8还是10 8 OK 8 10 OK OK